57次钢横梁吊庄临丰行 沪通长江大桥成功河龙 2019年9月20日下午 迎大庆 大河龙沪通长江大桥建功立业实施大会顺利举行 1640时许 随着最后一节钢横梁汉街 沪通长江大桥成功河龙 沪通长江大桥主航道桥钢横梁架设从2018年5月开始 至2019年9月结束 共开展吊庄作业57次 一年多来 张家港海事局从航路航法调整 水工许可办理 船舶交通组织 现场警戒维护等多个环节入手 在57次钢横梁吊庄作业期间未进行一次封航 保障了沪通大桥建设和黄金水道通航两安全 两不误